Hello everyone,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四篇,每次30分钟 带你了解时事,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这四篇 这次我换了一个比较不厌的拍摄方式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四篇 第一篇是跟法国教师被斩首事件有关 第二篇是中台湾可能面临分区陷水的问题 第三篇,美国国务卿 他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第四篇,奈良美智特展在台北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篇 法国教师被斩首事件 那新闻来源是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好,那我稍微跟各位讲述一下 这个法国教师被斩首事件 第一点,在去年10月的时候 这个有一位法国历史老师 在课堂上讲述就是比较有争议的 伊斯兰的这个先知莫罕默德 有一点争议的一个照片 那接下来呢 这个有一位学生呢 里面有个学生就跟家长说 哦,因为老师讲了这个事情 然后他不喜欢 因此呢,他就被赶出学校 并且被那个停学这样子 那当然家长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那于是他就透过那个各式的社群媒体哦 就是来攻击这位老师 那主要就是说 这个在社群媒体上的这些新闻哦 这个他的那些发文就不断的转转转 最后转到了这个凶手的这个 就是讯息里面 就是凶手就看到的这些讯息 那就是在一周过后 就是在这个事件大概十天哦 在一周过后呢 这个凶手就 他有付钱给学校的学生 那得知这个老师的行踪 那大概十几天过后就找到老师 并且把他杀害 并且把他斩首哦 就是斩首这样子 那并且在那个推特上哦 推特发布这个处决照片哦 认为这个老师不应该这样子 亵渎他们的先知啊 那结果事情的真相哦 就是当天呢 该名学生其实并没有去上课 这个学生的确是被停学了 停学了两天 可是他被停学的原因哦 就是因为他个人因素啊 比如说逃学的关系 导致他停学 那他为了 就是有一点骗他的家长说 哦没有 爸爸我停学是因为 我不想听 这个老师有争议的一个言论 所以才不会被停学 所以那个原因基本上来说 是不一样 那为了怕父亲责备 而跟父亲说谎 所以他的一个事件的始末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更详细的情形 各位可以去网路上自行搜索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课 我们会学到的哪些单字哦 第一个就是Spark Spark 就是说这个事件 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讨论 Spark 那接下来第二个是 哎呀我单词打错了 这个 逃学者 不是这个逃啦 是这个单词 逃学者叫 Truant Truant 那他就是很渴望 不希望被家长发现 被逃学真正的原因 所以这个 逃学 这个渴望的叫 Kin 那这个Kin好记啦 就是 他的话这个字啊 就跟这个 K-I-N-G 这个字长得非常地像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字哦 那个逃学者哦 逃学者这个单词 你就它是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啦 True 前面是不是有个True 再加上一个Anti-Ant True-Ant 就变成真正的蚂蚁 一只真正的蚂蚁 是会逃学的哦 你就要看各位这样子记 那接下来第四个字哦 因为他被停学嘛 对不对 那他停学 他这个叫 Su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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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就是比 讲错 就是说 一个事件 就是说他被停止了 他这边指的是停学 那这个Suspend 各位可以这样子记的 我把它写在这边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有Sus 再加上一个Band 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这个Sus 各位你要知道 SU哦 你如果一个单词 看到SU开头的 它就是有Sub Sub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有在底下 就是本来在这边 它在底下的意思 那Pen Pen是不是笔 那你就想啊 你在写字对不对 你在手写 那字写一写 那个笔掉下去了 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写字 没有 所以你只能够被迫 终止写字 这个单词 你就可以这样子一记哦 Suspend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就是Turn Up 因为他没有去上课 他没有出现在学校 Turn Up 那下一个单词 预言加先知 那有没有这个事件哦 是有的哦 这个历史老师 他的确是在课堂上 有讲到这个先知 一些稍微比较有争议的 不过 那个老师他就有说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他有事先先告知 你如果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先离开教室 那这是最主要就是说 当然那一位女生 其实当天他并没有到现场 不知道中间的这些过程这样子 好 接下来下一个单词哦 这个Unimaginable Unimaginable 就难以想象 中间那个Imagine就是想象 那Un这个单词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Unimaginable 就是难以想象的 那接下来就是恐惧 发生了这个害怕 令人害怕的事件 叫horror 那斩首就刚刚说 decapitate decapitate 这个单词斩首 那下一个单词 这个是恐怖分子 Terrorist Terrorist 这个叫恐怖分子 那接下来就是 当然就是这个事件过后 就让这个 就是那个法国教室家属 极度的震惊 并且就是他一个家庭 就是这样破碎了 然后这个叫devastated devastated 这个单词有毁灭的极度震惊的 那下一个单词这个刺客 就是说把那个老师杀害的那个叫 assassion assassion 这样子了解 那assassion 看各位这个字怎么记啊 它这个单词 我单纯就是教各位记法 那这个记法你如果绝对不舒服的话 你也可以采用别的记法来记 你会看到它其实这边有两个s 您知道s是什么吗 s就是屁股 那两个屁股 就刺杀者 看各位怎么记啊 好吧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新闻内容 这个Samuel Pattie Murder 这个是标题 How a teenager's lie Spark a tragic chance of events 这个Samuel Pattie Samuel就是那个老师的名字 法国老师的名字 Murder 这个单词是伤害 Murder 伤害的意思 How a teenager's lie 这个年轻人的 Teenager这个单词是年轻人 没有问题 那这个lie的意思呢 就是那个谎言 这个年轻人的谎言 是如何的 Spark 就是引起火花 这个年轻人的谎言 是如何引起火花 引起什么样的火花呢 一个Tragic Tragic这个单词是悲剧 Chance是连锁 Event是事件 所以这整个句子 我们是这样子看 就是这个年轻的谎言 引发了悲剧连锁事件 一连串的悲剧事件 这个句子就是可以这样子理解 好 接下来文章本身 好 Like many a school truant The 13 year old I'm sorry The 13 year old girl was keen to prevent her father from discovering she had been suspended because of repeatedly failing to turn up for lessons 这边就是 就像许多的学校的逃学者一样 这个13岁的女生 was keen to 就是非常渴望 要阻止 各位你看到prevent 看到prevent这个单词 后面要接着from 所以prevent 后面这个字接着from 就是说想要 非常热衷的想要阻止她爸爸 那这个from 第二个from 我们中文会怎么翻译呢 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发现 阻止她放 不要发现她已经被 be动词 be动词加上spended 就是被 被中止 意思就是被停学了 因为什么 because of repeatedly 就是连续的 不断重复的 连续的 failing to failing 各位知道fail就是失败 那fail to我们中文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怎么样 那所以failing to 就是没有出现在课堂上 那就我这样新闻这样子查 好像他是连续敲课两天的样子 好像是 重点是这个家人怎么会不知道 好 接下来 so she made up a story the teenager said her history teacher Samuel Patti had instructed muslim students to leave the classroom so he could show the rest a photograph of the prophet naked 那是说 所以他就编了一个故事 那这个年轻人就说 说怎么样 他的历史老师 这个历史老师是 Samuel Patti 就是instructed 就是指导教导 就是告诉 instruct这个单词 就是有指导教导的意思 教导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学生 要干嘛呢 离开这个教室 就是你离开这个教室 但是实际的情形是 那个老师他是说 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先在外面 或者是你可以先不要听 那个老师是这样子讲 并没有说 你们就滚蛋 滚出这个教室 没有那么强硬 leave the classroom 所以呢 这个老师 he就是这个老师 他可以展现 rest的这个单词 他第一个他有修行 第二个就是有其他人 剩下的人 就是说这一批人离开之后 那剩下的人 他就可以展示这个照片 the photograph 这个照片是谁的照片 profit profit是先知 的照片 那这个先知是nigged 这个裸体的照片 先知裸体的照片 那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他好像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一个漫画 各位这个我 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就比较不清楚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网自行去查阅一下 好 那我就是单纯把这个 就是文章翻译 这个是英国卫报的文章 我就把它翻译出来 这样子 it must have seem a harmless enough lie but it sparked a chain of events that lay to unimaginable horror 那这个应该 it must have 应该是 这个其实各位你会发现 the must 是不是助动词 对不对 助动词后面 加了一个 那个叫做完成式 那就是我们中文翻译 就把它翻成当时了 在当时呢 应该是一个 harmless 就是没有害的 没有害的一个谎言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谎言 it这个谎言呢 sbark 就是引发了a chain of events 一连串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最后就导致了 无法想象unimaginable horror 无法想象的一个恐惧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ten days later the teacher was dead 这个老师就死掉 decapitated by an islamist terrorist 那就是十天过后 这个老师就死掉 那他被斩首 被伊斯兰的这一个恐怖分子 斩首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篇 Petty's family would have devastated friends traumatized and a girl and a father facing criminal charges 那就是说 Petty的这个家人 这个留下 divastated divastated就是那个 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极度震惊这样子 那法国就 traumatized traumatized 这个单子它就是受到精神创伤 那traumatized 这个教各位怎么记 它前面这个traumatized 各位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忏嘛 忏嘛 就是你要说心 就是心里就不舒服 惨的 那traumatized 就是精神创伤 并且这个女生呢 跟他爸爸就面临了criminal criminal这个单子就是犯罪的 traged a charge 就是起诉 犯罪起诉 因为小女孩骗爸爸 那爸爸呢 他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 于是就把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放在网路上 那就引起轩然大波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下一句 two other teenagers who took money from the assassin 这个中间那个 就是那个 这个我就不会念了 are also under investigation 那这个还有两个 其他的这个teenager 就是年轻人呢 他们有拿钱 这个是拿这个assassion 就是从那个 那个叫做暗杀者 就是那个恐怖分子有拿钱 就是说 这个恐怖分子 这个好像是18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就付钱给这两个 就给付钱给这两个小孩 就是说 你告诉我这个历史老师的行踪 然后我钱给你这样子 那就目前他们这两个也在接受 under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这个单字就是有调查 那under就是表示在什么情况之下 under investigation 就是接受调查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第二天 第二天 中台湾呢 可能面临分区限水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单字 第一题 第一个单字是rassion rassion 这个就是定量配极 它还有限量的意思 那什么是定量配极限量 就是说今天停水 那我就分配 好那这边固定我量给你 这边固定我量给你 这个就是rassion OK可以哦 那接下来 旱灾drought drought 那最后定下 finalize finalize 那各位你知道 final这个单字 final这个单字就是有最后的 那加上ize就有什么解释 就是把那个字起 把它最后定下来 那mayor 这个单字就是台中市市长 卢秀燕 卢市长 那numerous 他们想到很多的 numerous numerous numerous这个单字 各位你就可以跟number一起记 number这个字是不是数字 那numerous就是很多的意思 那approach 下一个单字 approach 这个单字就是有靠近方法的意思 approach approach 那看各位怎么记 app app 那后面肉卷 看看各位怎么记 这个approach就是靠近方法 好来 那接下来下一个 这个下一组单字 这个叫rotation rotation 那rotation 这个单字就是有那个旋转的意思 rotation 那 当然这个单字之所以重要 它因为它有一个蛮重要的单字 就是它有轮斑的意思 rotation 那下一个单字 叫preliminary preliminary 那preliminary就是一刚开始的 就是预备的准备的 preliminary 那消耗量 水的消耗量 这个叫consumption consumption 就是消耗 那下一个单字就是trigger trigger就是扳机 名词就是那个枪的那个扣扳机的那个扳机 它还有引发的意思 你就想到那个扳机按下去 那个子弹就会跑出来嘛 对不对 trigger 那trigger这个单字如果要记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跟tiger这个单字长得非常的像 就是老虎跟引发 这两个单字可以一起记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本内容 Central Taiwan City to set plans for possible water rationing this week 就中台湾呢 中台湾的这个城市要设定计划 那什么样的计划 给谁的计划 有可能的水就是限水 然后我们这样理解 限水的这个计划在本周 那rassion这个单字有定量配合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篇 The central Taiwan city of Taichung among those hardest hit by an ongoing drought we will begin to finalize plans for possible water rationing this week 好那这边说中台湾这个中台湾的城市呢 这个在这些 among among指的就是在这一群里面 就是在这一群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中台湾 那这一群是怎么样的一群 among those在那些 hardest hit hit这个单字它就是有打的意思 那hardest这个单字就是最困难的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最严重的 那被打到就是被打到最严重的 意思就是说状况最严重的 那被什么东西呢 被一个ungoing drought 就是那个持续性的旱灾 那就是被持续性旱灾 袭击最严重的城市里面 那这边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台湾 那这个中台湾将会怎么样 we will begin 将会finalize plans 将会这个最后下定案 plan这个单字是计划 对不对 那finalize 这个单字就是最后计划 最后定案 那对于什么事情最后做计划呢 for possible 可能的水资源分配 就是限水了 在这一本周 好 接着下一篇 there will be numerous approaches on the I'm sorry on the table after discussions with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WRA including reducing water supply to 5 days to 5 days a week to 5 days a week on a rational basis 这边 将会有许多的方式 on the table 就是拿出来讨论 会有很多方式拿出来讨论 after discussion I'm sorry after discussions 就是在跟什么讨论之后 跟水资源 resources 这个单字是资源 agency 就是中心 水资源中心 包含了降低水的供给 降低水的供给 降低到5天 to 5 days a week 一个礼拜 5天 on a rotational basis 意思就是 这一处我再稍微重讲一次 就是说 他们现在开始就讨论了 糟糕 我们即将要从橘灯 变红灯了 其中一个讨论方式 就是包含要降低水的供给 本来是不是一个礼拜7天 现在降低成为一个礼拜 我供给5天 那这个一个礼拜供给5天 是怎么个供给法 rotational basis basis就是以什么为根据 rotational 就是轮流 了解我单字打在上面 rotation 它就是有轮斑旋转轮坐的意思 就轮流的方式 这一区一个礼拜供水5天 一个礼拜 比如说13 13456 类似这样这5天 那其他两天就不供水 大家要自行去调配水的运用这样子 Based on the WRA's Four-Colored Water Shortest Warning System an orange alert covers preliminary water rationing steps the limited unlimited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and reduce the supply of water 那就是说 根据这个WRA的四个 colors是颜色 Four-Colored就是四个颜色 缺水的警告资讯 就四个灯号 对不对 那橘灯 orange alert 就是橘色灯号 就包含了 橘色灯号 包含了preliminary 初期的水的Water Rationing Steps 初期的限水的一个步骤 Water Rationing 这两个单词 就是限水 那这个限水的步骤 是怎么样的步骤 由WAT 后面继续引导 但是说 会限制全部的Water Consumption 就是Total Water Consumption 就是稍微把整个水的消耗量做个限制 并且还会降低 the supply of water 水的供应 这样 初期的限制 是这样 橘灯的时候 好 Array Alert 接下来讲到红灯了 Array Alert Triggers a Second Phase of Water Rationing 好 红灯的话 就会引发第二阶段 Phase就是阶段 第二阶段 什么的第二阶段 限水的第二阶段 分区限水的第二阶段 During Which 在这段时间里面 During Which 各位两个字 你就把它理解成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水只有 Only Made Available 只有可以取用Available 这个单字就是可取用 To Certain Areas 到某一些区 Certain 就是某一些 然后在At Certain Times 各位你这个句子就看得懂了 就是说 水只有在某一区 某一个特定时刻 是可以用的 其他地区就没有办法用 当然 真的是希望赶快下雨 好 那接下来我们第三篇 是美国国务卿 称台湾为国家 好 那相关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Refer To 就是谈到 谈到这个台湾这样 那Label Label 就是标签 把台湾贴上 跟把台湾说是国家这个标签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他就说前任 就是目前的这个国务卿 那各位国务卿 其实他就有一点等于 台湾的外交部长的意思 有一点你可以这样理解 外交部长 那前任叫Predecessor Predecessor 就是说这个前任 他不太敢讲说台湾是个国家 那这个目前现任的国务卿 好像布林肯吧 对不对 他就把他说出来了 那接下来他就说 讲到这个目前的政府 各位这个是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就是有管理行政 还有政府的意思 那Agenda 在讨论一个议程 其中有一个在国会里面有一个发言诊 那发言诊他这个英文他是用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这个单字他是来这样子说的 representative 就是代表代理人的意思 representative 好那下一个单字 他说台湾是非常宝贵的 极度有用的 invaluable value value这个单字是价值 in是没有 没有价值 不是没有价值 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的意思 在这里没有价值 是无价的 这样了解 那他说有很大的贡献 contribution 那他希望至少能够 让我们在WHO上有一席之地 能够发表我们的专场 那专场这个叫expertise expertise 各位你知道expert这个单字 expert这个单字就是指的是专家 expertise就是专场 那高峰会summit 那就是开始着手来这些论坛 commence 这样子 好看一下内文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hony Blinken OK On Wednesday referred to Taiwan as a country a label usually avoided by his predecessors 那美国的secretary of state 就是国务卿 布林肯 在星期三 上个礼拜三 称 提到台湾 referred to 就是referred to 各位两个字就是提到 提到台湾 作为怎么样 是一个国家 a label 那这个label 这个标签 usually avoided 就是常常会被那个避免 被谁避免 被他的 predecessors 被就是前几任的国务卿所避免 尽量不要扯上边 因为非常敏感 好 At the tail end of a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earing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agenda representative Yong Kim noted that Chaiwan has served for decades as an invaluable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part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句非常的长 At the tail end Tail end就是在最尾巴 那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就是外交house就是好像国务 国会吧 国会外交事务committee 就是委员会的听证会 在这个 反正就是在某一个会议的最尾巴 那这个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议程里面 最尾巴 有一个发言人 Yong Kim Yong Kim是韓国人 好像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他的身份含一 就是说 他的那个身份就是韩国人 OK 然后他是发言人 这样 那就是他就说 说到 Noted that 他说 台湾呢 has served 就是 作为 for decades 好几十年来作为 serve as 这两个字一起叫 serve 跟as 一直以来都是 invaluable 就是说 那个 非常珍贵的security 安全 并且 那个 全世界的健康的伙伴 对于 美国来讲 这是这句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 should point out that given Taiwan's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s strong democratic system it has earned a seat at the table like the JWHO to share its expertise 那这边都说 他指出 那given given就是有鉴于 就是 有鉴于given 各位可以了解一个单词 given 有鉴于 有鉴于 台湾的这个贡献 contribution 在这边 contribution 贡献 有鉴于台湾的贡献 对于 国际 community 就是社区 国际 社区的这个贡献 然后以及台湾的很强的democratic 就是民主的系统 那台湾呢 已经 earned 赢得了 已经赢得了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就是在桌子上的一个位置 就像我现在这样 应该 我们应该有个位置 像是在 JWHO 的一个位置 去分享 台湾的 这个 expertise 好 这个专业 专场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新闻 他是这样子 那这一则 各位这个新闻是 台湾news 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新闻 那后来被美国的一个金融的反正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 反正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篇 Kim Deng called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include Taiwan in the upcoming democracy summit and to commence talks with it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好那接下来那个 发言人 他接下来就 就呼吁 这个拜登 Administration 拜登政府 去包含 纳入台湾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 Democracy 民主高峰会上 把他纳尊一起讨论 并且去commence 就是 着手 讨论 就是talk 就是对谈 谈话 并且要着手要谈话 with it 跟台湾要开始谈话 针对什么事件 跟自由 贸易协定 这一个事件上 开始来做讨论 那当然现在都是讨论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篇 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奈良美智特展在台北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奈良美智 我这边不放照片 各位你可以自己去google 他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眼睛很大 然后有的时候很可爱 有的时候看着 感觉又有点厌世的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女生 那奈良美智一开始 我真的以为他是小女生 或者是一个女生画出来的 毕竟他日文就是奈良美智 后来我去google了一下 哎呦我的天啊 他现在好像已经61岁了 并且他是一个年纪 就是男人 然后一个中年大叔这样子 那他来办台湾展览 也是有一段故事 各位这个故事 各位可以自行上google去搜寻 那原则上 他就是来台湾设立展览 那他把这个 他自己的作品展览完之后 他自己就又回到日本去 所以我们现在 他并没有在台湾这样子 那他这次为了在台湾参展 好像是他第一次在海外参展吧 对不对 那他为了在这次台湾参展 还多画了一幅画 就是 就是 应该就是画给我们台湾的这样子啦 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字就是Q 那Q这个单字就是队伍行列 那这个单字好记哦 你就可能跟Queen记在一起 Queen是皇后 大家为了看皇后每个人都排队 对不对 Q 那Exhibition Exhibition 这个单字它是有展览 各位你会听到Exhibition 为什么S的音哦 因为AQ 这个单字拆开就是可跟死这样 Exhibition 展览 那Announce 这个单字就是宣告 宣告我们有一个当代艺术大师哦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就是当代的 当代的就是当代艺术大师这样 那这个就是大受欢迎 奈良美之策展大受欢迎 Wildly Popular Popular 是受欢迎 Wildly 就是狂野的受欢迎这样 好那接下来 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一个画家 Veteran Veteran 就是经验 他还有退伍老兵的意思 老手 Exclusively 他说单独有一幅画 单独就是画给台湾的 Exclusively Exclusively 这样子 那接下来 我们蔡总统也有去 pop down 就是去那个地方 那因为一样有新冠背影的关系 所以好像一次展览里面 好像只有几个人 导师外面就是大牌长龙这样 Prevention 预防 好 看一下新闻 Huge Cuse For Naira Yoshitomo Taipei Exhibition 这个是标题 很大的排队 为了要看奈良美之特展 在台北 好 GACC 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这是中华文化协会 announced Friday morning the first solo exhibition of Japan's contemporary artist Naira Yoshimoto 我可能念错了 这不好意思 was wildly popular and there was three hour line to get in 他说这个中华文化协会 这个宣告 在星期五 早上宣告 这个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个 就是日本当代 contemporary 当代艺术家 奈良美智 第一个在海外的特展 was wildly popular 非常受到欢迎 并且 there was a three hour line 三个小时 排队排三个小时 那当然 他们后来在官网上就宣布说 各位 各位民众 各位热爱奈良美智的粉丝们 不见得一定要在第一天 可是 有时候兴奋 第一天想去看 就没办法就找排队了 the exhibition open friday at 10am with the viewing of the veteran artist signature work titled Miss Moonlight 他说这个画展 open 好像是上星期五开幕 在早上十点 with the viewing 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 veteran 这个经验丰富的画家的signature 各位这个单子签名 那我这边是这样的理解 如果说这个画家签名 应该就是他最有 最知名的吧 所以是最知名的作品 title 这个最知名的作品 title title就是标题 这个最知名的作品 title叫做 月光小姐 Miss Moonlight Moon 月亮 light 光线 月光小姐 就是那个可爱的小女生 他眼睛大大 头会也很大这样子 好 下一篇 President Tsai英文 pop down to Kua 官渡 Museum of our song Thursday morning for a preview peak the artist works created between 1984 and 2021 那就是蔡总统 他也前往 pop down 就是往那边去 去官渡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 在星期四的早上 for a preview preview就是先看 预言 就是预看 先看一下 peak就是偷看一下 就是先 可能还没有开始 因为星期五才开始 那蔡总统 星期四就去 先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那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我稍微 句子稍微讲解一下 艺术家作品 这个是名词 Created 这个艺术家作品 在1984 跟2021年创作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本篇文章的新闻 本篇文章四篇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那在四月初 我这边我会暂停一次 拜拜